《出爱及记》二十三、二十四章 《出爱及记》二十四章 《出爱及记》二十四章 剩下的要留给野兽吃 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这样 你每周有六天做平常的工作 但七天必须停止工作 这样你的牛和老才可以休息 你的奴隶或住在你中间的外来人 也可以恢复体力 要留心我给你们的一切指示 你们不可呼求其他神明的名字 念名字也不可提 你每年要为我庆祝三个节旗 第一要庆祝随教节 你要按照我给你的吩咐 吃无教饼七天 你要在每年早春亚不月所指定的时间 庆祝这个节旗 这是你离开埃及的纪念日 谁也不可不带祭物来到我面前 第二要庆祝收获节 你要把第一批收割的庄价献给我 最后收获季节结束 就是在你收割完田间所有庄价之后 你要庆祝最后的收获节 每年这三个节旗 每个以色列南丁都要来到 至高者上主的面前 不可把我制生的血 或有教母的饼一同献上 也不可把节旗中的制生的脂肪 留到第二天早晨 你收割庄价 要把第一批收获中最好的 送到上主 你上帝的殿里 不可用无山羊的奶 煮他的羊羹 看啊 我要插映天使在你前头 在途中保护你 令你平安到达 我为你预备的地方 你们要留心听从他的指示 不可叛逆他 因为他是我的代表 他不会宽恕你们的叛逆 但你如果谨慎地听从他 遵行我一切的吩咐 我就会跟你的仇敌为敌 对抗那对抗你的人 因为我的天使要走在你前头 令你进入阿摩利人 客人 比利洗人 迦南人 欺美人 和耶布斯人的地方 使你可以在那里居住 我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你不可拜这些民族的神明 不可通过任何方式侍奉他们 也不可仿效他们邪恶的行为 反要彻底消灭这些神明 打碎他们的处象 你们必须单单侍奉上主你们的上帝 这样我就会赐你粮食和水 保护你不厌疾病 并使你境内没有流产或不育的苦女 我还要赐你长寿 我要让惊蟹走在你前面 你侵占的地方人们全都要惊惶失措 我要使你的敌人转身奔徒 我要让惊蟹走在你前面 赶走欺美人 加南人和客人 但我不会在一年之内把这些人都赶出去 因为那样的话 那地就会变得荒凉 野兽就会增多 成为你的威胁 我会逐步赶走他们 直到你的人数加增 足以占领那地 我要为你定疆界 从红海到地中海 从东部的曠野到幼法拉底河 我要把现在住在那地的人都交给你 你要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不可跟这些人或他们的神明定立条约 也不可让他们住在你的土地上 以免他们使你得罪我 如果你侍奉他们的神明 就会陷入拜偶像的网络 第二十四章 上主吩咐摩西 你带领雅伦、拿达、亚比户 以及以色列掌路中的七十位 一起上到我者女 在远处敬拜 只有摩西可以走近上主 其他人不可靠近 其他的民众不可跟他一起上山 于是摩西下山 把上主给他的指示和规条 都向民众转达了 他们以后同声地回应说 上主吩咐的一切 我们必定遵行 摩西仔细写下上主所有的指示 第二天清早摩西起来 再山脚捉了一座祭坛 并纳了十二斤柱子 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然后他吩咐一些年轻的以色列人 向上主献凡祭 并献上公牛作平安祭 摩西把这些制生的血 一半倒在盆子里 另一半撒向祭坛 然后摩西拿起约书 大声向民众宣读 他们再次回应说 我们必定遵行上主一切的吩咐 我们必定听从 摩西从盆中取了血 洒在民众身上 并宣告说 看这血确认了上主 跟你们所立的药 就是他借着颁布这些指示 与你们所立的药 摩西 亚伦 拿达 亚比户 和七十位以色列掌路一起上山 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 他脚下仿佛铺着 璀璨的蓝色青金石 像天空一样清澈 这些以色列的领袖诸试着上帝 他却没有把他们除灭 他们还享用了纳约的言直 在他面前又吃又喝 上主对摩西说 上山道我者女来 留在者女 我要赐你石板 我在上面刻上了指示和戒命 好让你教导民众 于是摩西和他的助手 约书下就动身 摩西登上了上帝的山 摩西吩咐众长老 你们在者女等候我们回来 阿伦和户已跟你们在一起 我不在者女的时候 谁有诉讼的事 可以让他们处理 摩西上了山 云彩把山笼罩起来 上主的荣耀降临在西内山上 云彩鸟妖雀山有六天之久 到了第七天 上主从云中呼唤摩西 在山脚下的以色列人眼中 上主的荣耀在山顶张显 将红红烈焰 摩西越登越高 消失在云中 他在山上逗留了四十个昼夜